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忍不住想到 有些人家今年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期盼中的团圆 比方说孙海洋一家 曾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轰动受贿的拐卖儿童事件》 孙海洋寻子案 历经漫长的曲折过程 在去年底终于宣告破案 警方带回失踪14年的孙卓 孙家迎来了亲子重逢的动容场面 2007年 在深圳经营包子铺的孙海洋 结束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中小气 只听到四岁的儿子说 爸爸 我出去玩一下 孙海洋为家留意 等到从小睡中回过神来 才发现儿子失踪了 从此 孙海洋的人生彻底颠倒方向 走上了艰难的寻子之路 经过14年 又57天坚持不懈地寻找 警方终于找到孙海洋之子 然而 亲子重逢 喜极而泣 竟然不是事件的结局 刚刚成年的孙卓表明 对亲生父母印象淡薄 因此呢 希望留在养父母家 考量到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羁绊 青春期孩子的想法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亲生父亲孙海洋 这么多年的坚持 终于寻见了儿子 却不能带儿子回家团圆 这个结局 仍然大出社会意料之外 孙海洋对媒体说 仇恨早已烟消云散 如今 只想儿子陪在身边 但不敢强留 极端激烈的爱恨情仇 悄然退去 遗憾却宛如黑影一般 在身边笼罩不散 这不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 破镜重圆 应该是一桩美饰 但曾经破碎的镜子 就算经过高手修补 也不可能恢复原初的样貌了 热点酷说 恶人把漂亮的镜子打破了 破碎的镜子 尽管百般不愿意 也变得锋利容易伤人 成了自己原本并不喜欢的模样 恶人的行为 令他人远离人生初心 真是极富悲剧性的遗憾 对吧 这种事情在很多人生命里 层出不穷 那么暴风雨临头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 才能站立得住呢 前哥伦比亚总统女性候选人 叫做英格利德 曾经在声势最高之际 和一众官员 集体被叛军绑架了 囚禁在丛林里 六年之久啊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六年里 英格利德重新认识了 信仰两个字的意义 他说 很显然 恐惧会传染 信仰也会 信仰不是理性或情绪性 信仰是意志的练习 是意志的纪律 它让我们能够转化一切 把我们的弱点转化成优点 转化成力量 让我们能够站起来 面对恐惧 超脱于恐惧之上 失去权势与理想的女强人 虽然负伤 却仍然昂然站立 找回孩子 又眼睁睁再度失去孩子的父亲 虽然负伤 也仍然昂然站立 如果走近许许多多 破碎心灵 我们会很容易看见 断环残壁 破败不堪 然而 我们也可能会惊奇地发现 有一股从信念而来的意志力 专注 坚实 光芒四射 藏在废墟深处 对比起它 诉说不完的遗憾与悔恨 转瞬间显得肤浅 不值一提 对比起它 人们热衷追求的成就与名声 煞时光辉暗淡 暴风雨临头的时候 仍然能站立得住 必然是能与内心力量连接的人 那股力量 不是理性的机制 也不是感性和情绪 而是意志 犹太先知摩西曾分别祝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其中对亚瑟支派的祝福极其特别 充满希望 摩西战说道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这祝福的意思是 祝你在日子不断增加的同时 力量不断增加 从力量而来的平静 安稳 也不断增加 随着时序的推移 经历的起伏 生命的变换 天天都能获得持续更新的力量 积极地度过在世的岁月 这不是空口白话的祝福 他上成有根有基的信仰 借由宣告永恒的盼望 赋予人们在世度日的意志力 盼望是意志力的根基 是心灵破碎者能借以走回正途的关键路标 也是破镜重圆的充分理由 不是为了回复原来的样貌 而是为了成全新的面容 一个人可能曾经风头一时无两 一时又遭命运打压至黑暗谷底 一个人也可能曾经 久久有亲爱的孩子陪伴身边 其后孩子却选择远远离开 在生命中那么多起伏和变换里 或许人们应该首先追寻的是 不被轻易撼动的信仰 然后方才能有持续更新的力量 面对浩瀚岁月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 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 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字幕由环球传播